各位好,今天4月4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吗您的 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估摸着啊,还得得罪一批人 但是呢,也没什么,得罪就得罪了,能如何呢 先聊的这一个人呢,是彭丹 前两天呢,我也做了一期节目,说他这个事情 就有好多的这个认识还是不认识的 据说我们是在一个阵营里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站在哪个阵营里 然后呢,说你这种说法啊,不对 这个彭,你是不是看不起这个彭丹 从事过三级片这个行业啊,或者是他拍过三级片啊 其实是这样的啊,我对这一点呢 倒没有任何的,觉得他有任何的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或者是说比别人低一层的地方 为什么呢,因为最简单了 我是一直赞成这种卖春非罪化的 那像那样的情况,我都会觉得说 无所谓,那一个拍三级片 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有什么可看不起的呢,对吧 人家也是体力劳动者 我当年也是体力劳动者啊 只不过我们用的这个身体不同的部件去挣这份脚果而已 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而且我很多的三级片的演员,我也很喜欢的 比如我跟大家说,我最喜欢就是李立真 那甚至于我跟那个像苍景空老师啊 这些,我们也有交往 这个不是这种交往 就是至少是认识,算是半个朋友吧 那也是有这个,也都可以 我没有丝毫看不起人家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我当时要一定要说这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那就是说他得位不正 其实对于他是不是具备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经济战略啊 这些东西,我其实都不太在乎 为什么呢 因为英雄默论出身 人家可能就善过这个学,对吧 或者是自己学了这些东西 人家有这个本事 或者是他有这个长袖善武的天赋 他能够去那个,去跟大,作为一个平台啊 跟世界上的这些人来交流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并不是因此而对他有什么意见 但是啊,您要知道一件事 他是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参加的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就是原来我那会上个节目也说了 他是全国清廉常委 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甭管这个全国清廉常委 他怎么,这个清廉这个组织 他怎么标榜自己是一个自发的呀 然后呢,群众组织啊,如何如何 这就是一个我党的,我党的那个,呃,一个分支机构吧 算是一个,呃,你说叫分部 我都觉得算是夸的 应该算一个呃,分堂 就像那个,比如什么呃,那个竹联邦毒舌堂啊 什么什么,就反正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机构 那他能够进到这里边来 这个就,我们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对不对 然后再成为这个政协,政协的委员,什么是,他是全国清廉推荐上去的吗 政协委员是怎么,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知道,政协委员,其实两会本身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这个呢,基本是橡皮图章 你可以把政协当作是,人大说不,还算一个正规军吧,算是 那像政协呢,基本我那,昨天说了,我说那他妈是一个黄协军 但是即使是如此,那个地方也算是中国能够说叫,怎么说呢 算一个权力机构,虽然这他没有什么权,对吧 他有一个建议权嘛,甭管这个建议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还是有一定建议权,那个是什么,那是公权力 那他怎么能够到这个公权力这块呢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对吧 那当时他在那个拍那个红色电影 我忘了那个片子叫什么,我也懒得记这种东西 是谁给他站的台呀,赵乐际啊,对吧 那他通过这个上去,去上位,然后呢去洗白 然后呢,即使是那个去,并没有什么真正权力的 所谓的公权力的机构,他能够进去 那像这样的人,我说他一句又能如何 并不是看他说,说他什么拍三级片啊,拍怎么样怎么样 拿那个东西算什么,算一个小噱头可以跟人说 但是你要说就因此说,我是说他那个三级片不好啊 或者怎么样啊,或者如何如何,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再怎么正知正确 这帮人就是很多的这些人,他一张嘴现在就是正知正确 对吧,我这只要在这大帽子之下,那怎么都能干得了这活 就是那你拍三级片,然后人家去主动上进 然后成为那个,成为这种,叫什么,在宏都拉斯 断交台湾跟中国建,中国大陆建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说白了,我实跟您说啊,是这么回事 像这样的这种建交,跟他有什么关系吗?没有 真的一点都没有 但是他为什么会去,会懒这份功劳 他因为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地方你给钱 对吧,他管台湾要24.5亿美金,那给中国大陆可能会给他60亿左右的美金 这个都已经是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了吧,这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这个钱,不会都到宏都拉斯那个地方 有大量的钱款,是需要通过宏都拉斯洗一过 然后流入到某些人的腰包里的,海外账户里面去的 那彭丹去干什么了?他是干这个的 他做事做生意吗?不是 他是两国的这种平台吗?他妈那是一个女总统好吗? 我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这爱好,对吧 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你觉得我能够说因为政治正确 就说他没所谓啊,因为甭管是怎么样 他是女性,他是这个原来三级片 你这叠buff,叠的也太多了点了吧 对吧,那这个真的是不合适 所以说像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东西啊 就是你要把它能够具体分析 比如说吧,就前段时间有一个男性 对吧,他声称自己是女性 然后呢,他去到那个大学的游泳的比赛那地方 去把这个所有的女选手全给听了 气势咔嚓全给干掉了 那像这样的,我说这个太过分了 就有人跟我说啊,政治正确 就是说这个难道不是说这个性别身份啊 这种东西,你甭给我转那大词 你别给我转这种大词,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就得按正儿八经的这种一件事儿的分析 那他作为一个男人 我说最简单一件事儿了 你练,你如果身,你只有一百斤的体重 对吧,你练多好 你跟我去,你除非你是说 你练到那个张伟丽那种水准上 否则的话,你说你打拳,你打得过男人吗 这就很简单一件事儿啊 那这个东西,男女之间的体能的差异 这是一个先天存在的 在这个,尤其是在这种,就是在这种职业运动员的这种身上 体现的非常的明显 我们可以看很多的这种竞技项目 男女之间的那种差异感非常的明显 几乎就不是一个水准线上的 对吧,甚至于你看 像在国内,我见过这种情况 那你说女兰跟男兰打 男兰怎么说呢 您大学队,大学队出一个比较不错的 就能把国家女兰办了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吧 那国家,女子国家足球队 那铿枪玫瑰如何说,牛逼 你试试看,你跟那个省队试试 你踢他了吗 男队,你试试,你试不了 你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我平时打拳这种东西 你甭管这,我看这个UFC 你甭管是怎么样 那些男人,你随便找一个来 你随手就可以把所有的女性选手全干平 真的,就全干平 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跟男性选手去打的 这个就是男女之间先天的这种差异 你用这种先天的差异 你声称自己是女性 然后去到那个学校夺冠 就是这整个游泳比赛夺冠 然后因为美国得冠 她依然会有甭管是推荐的 还是奖学金还是怎么样 她有一个奖励 那这些真正的女性 对吧 你不能够因为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 然后你就把这个 把人家本来应该具备的这种东西给剥夺掉 对吧 这就是政治正确不好的地方 那你今天跟我说 彭丹他原来演番机片能怎么样了 或者如何如何 这样的这种政治正确 跟这个有什么区别 没有 没有 这都是最糟糕的政治正确 我是特别讨厌 就是这样的政治正确 那我们如果谈一个事情 他就要从这件事情根本上谈 比如说他当时彭丹拍的那个红色电影 票房能有多少 没有多少 满世界的去赚 那个由赵乐际陪着去满世界的去赚 去那个去做发布会 去做手印 去做这个推广 其实票房是没什么的 拿的是什么的钱 拿的是公帑 拿的是老百姓的钱 拿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这个有什么 批评他 他因为这些东西成为这个红色影后 难道不讽刺吗 难道他不 他不应该被批评吗 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所以他既然吃了这个吃了老百姓的这个钱 他又通过这种 虽然算不上真正贡献力 但是至少表面上是应该是由公众掌握的权力 他这么去上个位 那他就活该受这个批评 他就活该被他妈挖出来 原来做的是什么 当然人家没露点 对吧 说实话 这个我还挺佩服的 就是这么性感不露点 他跟就跟我很喜欢的邱淑珍 这个差不多 但是他跟丘姐那是真的不能比 这完全不能比 这是两个概念 你踏踏实实的 你看三期片的演员 你真说起来 你甭管你是在拍这个的时候 还是过后吸引相夫教子 还是去做生意 我都什么都不说 对吧 只有这样的人 他是动了公众的利益 他就活该受批评 很正常 很正常 所以别跟我提政治正确 你用这种政治正确跟我说话 你在我看来就是傻逼 就这么简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要聊一下郭文贵 郭文贵是一个很简单的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他本人是不是骗子 对吧 如果您是他的死粉 那就是说我们七哥 这个喜国如何如何 这个农场如何如何 这个钱我乐意给他 行 您也不用听我节目 咱不是一路人 对吧 我觉得您听我节目 是对我们双方智商的一种侮辱 这是一个事情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达成这一个共识 对吧 那他就是他是个骗子 那很多人在跟我说 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成 对吧 就是指你们这帮 你们反贼为什么不能成 就是没学到统一战线的精髓 那你理解这事了吗 统一战线的精髓 谁统一战线谁干的 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干的事情 我要是跟他一样 对吧 我把我什么人都觉得是自己 都觉得是自己人 或者或者有根本性分歧的 那都觉得是自己人 统一到一块去 然后大家一起冲上去 哗哩哗哩把共产党给切了 那你说最后谁 最后谁会得势 是我吗 还是你余茂春 还是或者你或者胡平老师 胡平先生 对吧 还是你们这些说统一 这两位没说统一战线 这两位没说统一战线 我必须先说清楚 我就是说统一战线这帮人 谁会得 谁会得势 谁都得不了 是像郭文贵这样的人 才会得到 为什么 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 我必须得承认 他有这个能力 他能够忽悠人 他能够有钱 他比我们都强 这是真话 这是真话 但是我们要不要去借这个事 我们要不要去跟他统一这个战线 就是说你要 你有两件事情 你要你要跟他统一战线 你要能做到 第一把您的智商 拉到他妈的这个惨不忍睹的地方 跟那个和平似的那种智商 你要把智商拉到这个地方 或者说 如果你不想把自己智商拉到这地儿 您要把您自己的这个这个道德水准 拉到这个地儿 那这样的胜利是值得的吗 有可能有人说再怎么样 这种胜利都是值得的 不是 真的不是 就像就像那个如果说 你像陈东秀当年共产党对吧 弄共产党 他后来就被就被闹了瞿秋白虽然也不是太好的鸟 但是也瞿秋白多少还是好一点 到最后谁胜了 最后是毛泽东胜了 是辣祖胜了 是他妈太祖高皇帝 然后是什么样的结果 中国真的会比蒋介石 咱中正宫在的时候会好吗 如果中正宫赢了到今天 会比中国现在会有会会会好一些吗 我不知道 历史无法假设 但是怎么来讲 陈东秀是不是比毛泽东要好 那他能赢得过这些人吗 赢不过他 没有人能赢得过这样的人 因为他是没有底线的 他是不太可能让你们最终掌握权力的 以最后而言 你只能够落得你们黯然下场 然后人家喜国重新屹立世界 只是如此而已 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注定的一个结局 而且他本人是不是 就是有人说 他的对共产党伤害最大 然后如何如何 是这样的 就是像他们这样的人 他们当时报的这些料有没有真的 有好多是真的 这个没问题 而且他远比这些什么老灯之流的这种听床师 他要跟中共那边关系要深得多 对吧 他的这种爆料 他对中国政府的这些运作 他非常非常清楚 像这样的伤害有没有 肯定是有的 对吧 但是等他的片子面目一曝光 那伤害更多的是什么 伤害更多的还是所谓的民运人士 或者是什么这些各种各样的对我党不太满意的这些人 伤害才是这个阵营 就是说你这一块伤害最大的 那其实就是个骗子 对吧 那对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东西真的有好处吗 对你的这个 对你这整个群体会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说统一战线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党的法宝 但是你如果想干这个事情 你主要的还是要看看你到底跟谁去捅这个意义 你不能跟那个垃圾在一起 这个东西会污染的 对吧 那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也不喜欢这个现在这个基督教的这这这这套活 对吧 就是新这个好多的那些反贼们 基督教啊 这用这种模式来做 我也不太喜欢这种 我也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法轮功 对吧 当然法轮功跟基督教还是还是还是有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啊 就是说这个教义啊或者是这种这种手法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模式 我确实不喜欢 但是呢 法轮功我不太可能站在一起 可是这个基督教这块 如果你说要什么有统一有统一战线的话 那在基础的这种甭管是智商还是这个道德这块 我是能够认可 就是说跟他们 我认为你们不错 咱可以往一起站 像郭文贵那样的人 那个叫什么呢 就是说我站都不会跟你一起站 您理解这意思吧 我站都不会跟你一起站 你们可以去统一这个战线 但是我可以选择 我不跟你们站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就是说第一 今天跟大家再把这个总结一下 第一 彭丹为什么要说他 是因为他甭管怎么着 他用了公帑 用了这种公权力 那他就必然会遭到这种报应 没有人去真的拿他三级片当年的这事说事 您知道吧 只不过是因为他用了这个东西 然后让他的这种过往被曝光了 然后拿来随便的刀了一句而已 没有人真看不起三级片的演员 对吧 这曹沙里呀 这个任大华 这都演过 得意双心呢 都很不错的这种 那没人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的是你把你的原来的这个衣服脱了 身段显了 但是呢 你在这个原灯这个基础上还把你精神上的这个衣服脱了 对吧 身段也显出来了 这个才是最让人最让人恶心的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就是郭文贵这个 郭文贵甭管怎么样 我不会跟他们站在一起 我相信有大量的人会跟我一样 就是说你统一战线 你统一不到这儿来 对吧 就是最简单的两句话 政治正确你正不到彭丹 统一战线你统不到郭文贵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正常智商 或者有正常道德标准的人的底线 如果这个底线要破了 你要是认为他应该去 你应该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去谈彭丹 你应该从统一战线的角度来看郭文贵 牢牢 我们帮你 我跟你压就不是一路人 就这么简单 好 谢谢各位